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里面是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鱼虾 然后是豆腐干 这个是昂次鱼 现在也是比较实鲜的 这个是轻鱼 还有一个虾 我们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虾这个里面 那一盘是什么 最清炒的是吧 对的 单纯的螺丝 各有各的氛围 这个是点的什么螺丝啊 这个螺丝 就是那种就是菜心吗还是 就是那个炸菜菜心很小的那种 它口感跟炸菜一样吗 没有 它很清淡的 没有那种咸的味道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 它就是比较原味嘛 然后那个就是里面好像是 类似于高汤之类的 这个的话我们比较喜欢吃 这个有点像老干妈手法 老干妈对 比较辣 然后味道比较重 然后比较鲜咸的 据说这儿的螺丝菜多达十几种 这儿小小的螺丝和不同食材 进行组合 搭配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美味 那用这个跟螺丝在一块 稍微味道怎么样 很清淡的 很口口的 是怎么 螺丝是原味的呢 原味螺丝 螺丝很肥的 这个季节是螺丝应该是蛮好的 最好的 阿姨是特地到朱家角来 对的 对的 我们来旅游王的呀 现在螺丝这个季节的话 是非常的肥美 特别鲜 几种鲜味混合在一起的 我们是当地人 单性的话 我们在清明之前的话 家家夫妇都会弄一些螺丝来吃 那你们平常在家里边的话 螺丝都有什么做法呀 嗯 烧汤的 然后那个炒来吃 还有把螺丝里面的肉啊 挑出来 然后剁在那个肉里面 做成那个面筋啊什么 有很多种吃法 叔叔我看您这个螺丝一吸就出来了 是不挺好吸的呀这个 对 肉质怎么样 现在这个螺丝啊 肉质啊 现在特别鲜的 从小时候就是吃这个葱油螺丝 过了清明以后 这个螺丝就不好吃了 但我看您今天点的这个好像蛮重口味道 是那种麻辣烧法吗 原先做螺丝的不是这样做吧 原先是怎么做的呀 那是干草酱油螺丝 现在有点讲究 在生鸡板吗 在生鸡板 一会儿把那个三个签给我吃一下 打了我的烧法是不一样的 吃吗这个这样做 可以啊 你都够了一只会有区别人 没你做的 请你都得来吃 吃螺丝 螺丝 没你这个人 有时候 麻烦都会吃 看来这儿的螺丝叶还真是名不虚传 鸡汤绘螺丝 黄鳝烧螺丝 椒盐螺丝等 每年都会推出新的烧法 宽大厨您好 我今天都已经夸下海口了 说要请大家是一桌螺丝叶 所以你能给我多少种做法 最少十几种吧 十几种 这可以啊 十几种能够我们说大概都有什么种种 螺丝会菜籽 我们这主打的今天刚推出的 是这个吗 它是用哪个部分啊 这个是 上面很韧的 就只有这一点点是吧 对 它的菜籽 所以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 爽口 为什么想到把它和螺丝一块涮 这菜是清热解毒 现在很食用蔬菜 然后配上螺丝很鲜很嫩的 螺丝也是这个时候是不是 对 几月份之前是 清明前后 清明前后 你们这个螺丝有讲究吗 有的 这是我们本地丁珊瑚的螺丝 我看刚刚每一桌基本上都有点一种消化 就是好像是酱爆啊 还是有一点点汤汤舍水 那个叫什么 酱爆螺丝 这叫酱爆螺丝 它是用到什么的 这个酱吗 还是用到这个酱 这是什么酱 蜜质吗 对 那里面都有些什么 能跟我们透露一下了 有甜面酱和自己的配方在里面 自己的配方 对 所以它出来的那个口感是甜甜 它是甜甜的辣辣的 有点辣辣的 对 这个是什么 好像 这是我们每道红烧菜里面都有的配方 就是陈皮 每道红烧菜都放的 那就刚刚那个酱爆螺丝里面要放这个吗 放的 可是我没有看见它出来是一片 我们给它切成很细的末 对 增香了得就是 对对对对 这儿的螺丝都是选自本地电珊瑚的青壳螺丝 由于水质无污染 所以肉质格外鲜嫩 而且在入过之前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而厨师烧制螺丝有各种方法 也都是店老板亲自教的 据说老板还是一名香港的美食家 撰写过很多的美食评论 对螺丝的烹饪方法也是很有研究 因此每年都会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 这一桌的螺丝叶 原来现在这个螺丝可以有这么多花样来做 都是什么菜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最经典的就是原来炒法 就是 也不是 有我们自己的读的炒法叫酱爆螺丝 酱子不一样的 还蛮浓的 很浓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你是野生的黄扇两条 来微 叫黄扇微螺丝 这个是什么 看着好看 干干的也没有汁水 对 这个螺丝的做法 就我很特地尝一个试试看 我尝尝看 看不错 看不错 好像上面有盐力 对 这是轻度的胶原螺丝 有一点 吃上去有螺丝的鲜味 又有这个一点点干铁 这个做的蛮精致的 一小份一小份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做的什么 叫 有点像那个 烟度鲜 烟度鲜 螺丝烟度鲜 那螺丝夹在这个烟度鲜里面 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口感吗 螺丝夹进去 螺丝不吃的 是汤 螺丝汤出来 螺丝不吃的 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刚刚时刻有说过 这个就是你说的榨菜的 榨菜的baby 上面一个小的头 我们把它切下来 先在清明前后的时候 吃这个菜的时候 虽然说是榨菜的这个什么 上面最嫩的一部分 但是它这个味道是很清爽的 对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菜头 我们只用上面一点点 而且嚼着很脆 这个口感不错 对 好 中间这一盘最大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螺丝一壶鲜 一壶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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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壶鲜里面有什么 都哪一种鲜 野生的枯青和虾 有木耳 还有你这里传统的老豆腐 这个一盘东西你就是非常实惠 而且非常经典的清朴造头菜 怎么样 如此一桌丰富的螺丝叶 是不是让你有些按捺不住了呢 那么在这个周末 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古镇 商商美景 吃吃时令春菜 让眼睛和味蕾都感受一下 这春天的气息吧 比起前几天的天气 今天的温度呢 是升高了不少 在这阳光灿烂的午后 约上三五好友 吃上一个下午茶 别提有多惬意了 这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找到了两个下午茶的好选择 在这样撒满阳光的午后呢 如果坐在像小花园一样的室外 享受一款精致的下午茶 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了 逐渐升温的午后 让下午茶时间又紧俏了起来 闺蜜们蠢蠢欲动 甜蜜就此开始 为什么想在这里享受下午茶呢 因为这边比我们家比较近 而且水果啊什么都比较当季 所以就选择在今天去吃 选择的是一款什么样的下午茶 冰淇淋球 然后它冰淇淋球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就挑了这个 里面有几个口味 六个吧 抹茶 还有新出来的一个破合的 还有它的咖啡的 上面也是冰淇淋 然后下面有一块像饼干这样子 哎呀非常漂亮这个下午茶 套餐是第一次点吗 对 以前应该吃这种什么 英式下午茶什么的 看的比较多一点 嗯对 它三层不一样 上面是那个冰淇淋 当中是甜点 下面是水果 最喜欢吃哪一个口味 我最喜欢吃芒果和抹茶 这两个 看下来就怎么样 嗯感觉很浓郁 水果味也非常重 抹茶 有点甜 嗯不会不会 正正好好 抹茶的味道也非常像喝茶的那种味道 感觉浓郁 嗯 色彩斑斓的冰淇淋和西点让人爱不释手 三层的选择 各样的口味也让女孩子们各取所需 给午后带来更多的滋味 那这款下午茶分为三层是吧 对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英式下午茶也是三层 它跟那个有什么不同 以冰淇淋为主 因为一般其他地方的下午茶 既有点心啊或者是水果饮料 那我们这边主打的还是冰淇淋 上面一层的冰淇淋分为几种口味 它呢一共有八种口味 有抹茶 过河巧克力 桑果雪花 芒果雪花 咖啡 还有中夏野莓和巧克力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两三个人四个人来吃的话 可以挑选各种 还吃的冰淇淋口味品尝一下 那中间一层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甜点 中间呢也有我们的马卡龙啊 奥普拉蛋糕 鸡肉蘑菇塔 还有果仁沙布雷 包括我们前面最前面的两款是我们的柠檬塔 有咸点也有甜点 对有咸点也有甜点 当你吃完那个冰淇淋点心 然后最后呢可以用水果来解腻啊 或者是清醒一下 传统的英式三层下午茶呢 我们是见的比较多了 但是呢这个下午茶中 富含这么多丰富的色彩 斑斓的冰淇淋 很有这种春天的细气 当然他们这边新出了一个口味 是薄荷巧克力碎 那我们看到呢 上面这种一粒一粒的有薄荷叶 以及巧克力碎的结合 来尝尝味道如何 第一口入口呢是很清凉的这种薄荷的味道 但是呢并不是很浓郁 就是像这种微风轻轻吹过的感觉 非常的清晰 然后我们看到里面 这一颗一颗的巧克力块 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里面的量也是很大的 那我们再看下面呢 下面就是有一些甜品 还有咸点还有甜点 再下面一层呢就是一些水果 你可以选择从上往下吃 口感的这个层次 也是层层的递增 最后呢再吃一些比较清爽的水果 我觉得在这里享受一下 这样的下午茶也是特别的惬意 如果要是太甜腻的话呢 可以配上他们这套餐中的玫瑰花茶 甜中带一点点酸 然后呢略微有一点玫瑰花的清香 就觉得整个萦绕在这样的气氛中 特别特别的享受 这里的冰淇淋口感爽滑 不甜腻 当然今天的下午茶可不止这些 哇好香啊 你有没有吃过意大利面的下午茶呢 你看摆在我面前非常的精致 它就是这个意大利面的缩小版迷你版 非常非常的香 口味也很齐全 哎呀这个到底味道如何我先开动 我说小美呀怎么那么等不及呢 这家店可是主打各式意大利面 总共有20多种口味可以慢慢挑选呢 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推这个意大利面的下午茶呢 下午的时候呢 有很多女生也喜欢吃些咸的 不定倒是吃一些甜品啊糕点的 所以意大利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为什么要把它缩小变成这么小一份呢 这样的话呢 一开始我们推出的时候 会就是说它的口味会多样化一些 不会说只单调 太单调只吃一个面 这三种有些什么好味 哦这个是茄汁的 那有一点点辣 然后加了这个培根去拌炒 所以这个很香 这一款呢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受欢迎的一道人气面 它是一个辣味鸡肉调和式 这一款呢就是菠菜 哦不是它是绿色 可它是不是菠菜 它是用新鲜的进口的螺类叶去打成汁 加上新鲜的松子去做的一个鸡肉扁面 三色面套餐制作比较费时间 所以其中三种口味是固定不变的 当然店家也有单款的意大利面下午茶供应 这个面大概加起来是多少颗 这个对比一下 这个面加起来大概有在160公克 这三款加起来有160公克 那这个一款有150公克 那这个的话就有200公克 男生来吃都够的 那这个意大利面你们家只有这一种面条 是不是 面条呢我们当然有笔记面啊螺旋面 不过呢意大利面毕竟还是接收度最高的 所以说这个面条催出之后 其实还是蛮多人最受欢迎的一个面款 点餐的时候可以先选择口味 然后搭配不同形状的面条种类 虽然意大利面的做法有很多种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独具匠心的酱汁 这个面一入口的感觉啊 你完全想象不到它是在吃意大利面 有点像那种公报鸡丁味道的感觉 有点中西合璧 因为它有辣在里面 而且是里面还有浓郁的这个培根的香味 所以特别的开胃 就是那种你吃完第一口不想停 还想再吃第二口第三口的感觉 如果你想换换口味 尝一尝不一样的这种咸点的下午茶呢 这种意大利面的下午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又到了街头开火的时间了 上周啊咱们教大家做的是红烧肉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本帮红烧系列教大家做度当 这道红烧度当呢在很多饭店里已经不多见了 很多朋友呢也抱怨啊在自家做也是挺难的 哎别急 接下来啊就请上海大厨教大家烧正宗的红烧度当 街头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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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开火 大家好我是人气美食记者吴迪 今天我们来到是华阳社区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今天观众也打个招呼对吧 呃 请来的依旧是陈大厨 国家级技食陈孝丽 上一期我们是教了大家做红烧肉 对 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教大家做一点本帮菜 对吧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什么 杜当 杜当 杜当是一直我们是上海人非常喜欢东西 对 滑水啊杜当啊都是青鱼身上的各个部分 对吧 杜当不是要在家里经常吃吗 家里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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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家里做不好 家里做不好 为什么就是 这个刀不知道怎么摘 喜欢吃吧 红烧杜当 喜欢 红烧杜当好吃在哪里 它的润 比较润 润滑 润滑 肉又厚 小饭店还是有 还是有 就做的可能会少见了 会少 不是那么多见了 不是那么正宗的了 不是那么正宗 红烧杜当我觉得关键在于哪里呢 其实为什么家里人不愿意烧那个红烧杜当 因为红烧杜当一个开刀不太好看 开刀不太好看 第二个那个红烧杜当如果开完刀以后在家里烧比较容易碎 比较容易碎 所以说这个开刀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对对对对 刚才我也听到有阿姨说 这个开刀她也会 对 我们放让阿姨上来试一试 好吧 我们先进入第一个板块 小试牛刀 即便在饭店里吃过 但是在家从来没有做过的叔叔阿姨们凭借着印象 能否成功给杜当改刀呢 而杜当究竟是鱼的哪个部分呢 就这样子切条子呀 切条子 这个这个牛鲍鱼吧 这个是 来来来 马上马上来叔叔来叔叔来 不要要切到底吧 切到底 切到底 但是这里是不切断的 阿姨你刚才说你不会现在又说不对 来来你过来你过来 我知道杜当应该旁边这个叫杜当 上面就就不是杜当了 不是杜当了 应该 好好好 第三个阿姨要来试了 前面两个都不行 应该把这个拿下来 拿下来 阿姨又说不对了 果然是没有经验呀 一会儿的事件出现了三种意见 阿姨们也都是七嘴八十出主意 一时间意见很难统一 陈大叔 这个你要表个态了 这个杜当到底是哪一块 其实 刚刚一个阿姨切了 这个叔叔也切了 对吧 他们各有各的切法 各有各的切法 但是说 只有一个阿姨说的是对的 哪个阿姨说的是对的 从这一段开始切 阿姨说的是对的 从这一段开始切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从这一段开始切 然后切成麻将牌大小的 是最老法的红烧杜当 其实这红烧杜当 当然也有新法和老法的两种做法 现在已经不按老的方法做了 那你今天要教大家吃新法老法 新法 所谓红烧杜当新烧法 不在味道而在改刀 如何造型更好看 更容易入味 成为了烧杜当的关键 第一步就是将鱼的龙骨去除 现在把这个鱼鳍也要去掉 鱼鳍也要去掉 不然烧出来妨碍这个开刀 开刀 这个东西很妨碍开刀 对 先斜刀把它这里开掉 斜刀 这里开掉 为什么开这样一个斜刀 把这一片切去掉呢 因为为了它的造型美观 要开断 这样是一刀 一刀 但是好像刚才跟阿姨不一样 阿姨从杜当开 其实我们应该从鱼背那一块来开 对对对对 刚才阿姨开反了 因为这个鱼肉这里比较厚啊 它不容易成熟 斜刀均匀的切成几片 为了保持造型的美观 最后一刀 多余的肉也被切除 杜当就如扇形般片片展开 开完这个刀以后 我们再怎么处理呢要 要在这个鱼肉上面稍微撒点盐 撒点盐 撒点盐是为什么呢 擦一擦 擦一擦 鱼的蛋白质先凝固一下 这样子是不是等会儿 我们就不容易鱼肉会碎掉 第一 然后第二点是不是 这个盐能去到取心的作用 有一点取心的作用 有一点取心作用 是不是那时候我们就不用料酒了 对 擦完了以后 让它稍微放个几分钟 放个几分钟 好多人家里面烧鱼的话 除了合鲸鱼以外 烧扁鱼 它都不怎么入味 对对对对 其实都可以把那个烧鱼开两刀 先放点盐 什么爆烟一下 爆烟一下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样子以后 这个盐 这个鱼就比较容易入味 对的 到这儿杜当的准备工作 就全部完成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先去除鱼鳍 保持造型美观 从鱼的背部斜刀 分割成扇形 最后均匀抹盐 使鱼不容易碎 而且更入味 这点油就可以了 对 一个锅底其实只有 一个锅底 一个锅底就其实可以了 因为烧鱼的不要太大油 不要去炸它 你炸到它这个水分 不要去炸 稍微煎一下就可以 就是说 这个会把鱼的水分煎掉 对 这个吃口就柴了 对吧 那鱼的那种嫩度还在 煎鱼如同煎牛排 一定要一面煎好再翻面 切记来回翻动 而且不张开来的扇形 使鱼肉更容易煎透 等两面煎熟 就要进行调味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要加入那个生抽 生抽 生抽 其实我发现这两集 我们用的调味料 都非常简单 对 上海人最传统的酱油糖 生抽老抽 生抽老抽糖 然后放入这个冰糖 生抽放好 不是先放老抽 先放冰糖 对 先放冰糖 为什么要这样来处理呢 因为这个糖啊 需要一定的时间融化 因为冰糖需要有时间融化 对吧 不像白砂糖的嘛 一放下去就化掉了 对吧 要加入一点水 其实陈老抽 我一直觉得上海人 本来做本邦菜 那种浓油吃香 但是非常有亮光 是不是大多数 都是用冰糖来做的 一般性 家里面如果不太愿意用冰糖的话 建议可以把那个砂糖熬一下 熬一下 熬一下 怎么个熬法呢 可以熬成效果 砂糖放一点水 在锅里面先炒 炒到变成那种有厚度的糖 就跟小时候吃的麦芽糖 对 那个有记忆 麦芽糖那种感觉 那样子也是有亮度 接着倒入少许生抽调味 还要不停的用勺子淋湿 这其中也有很大讲究 这样淋的一个是味道上去 第二个是看这个上面颜色够不够 这倒是个小技巧 烧鱼跟烧肉有所不同 如果烧鱼把水全部没过它的话 这个鱼到时候出来的这个口感就不太好 肉质不好 怎么会不好 它水因为一直在这个热源里 在里面循环的话 把那个鱼肉里面的水分全部烧出来 就会采来就不好吃 像大猪这样不停的淋汁 直至汤汁如焦水般浓稠 一份红烧肚荡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煎鱼和调味的过程 一定要用少量的油碱鱼 一面切好再翻面 保证鱼肉的完整度和嫩的口感 先放老抽上色 再放冰糖和水 最后生抽调味 勺子淋汁不可忽略 直至汤汁浓稠 接下来进入有问必答环节 那我想问一下大厨 这个鱼可以不可以盖盖子 因为好像我们平时 家里烧都要盖盖子 对啊 蒙一下对吧 蒙容易熟的快 对啊 烧鱼一般性都不要盖盖 为什么不要盖盖盖 烧鱼为什么都要碎 碎掉 般性的话 用盐的话 基本上碎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你不要在它烧鱼的时候 一个斤的拿锅铲去弄它 或者去晃那个锅子 嗯 少去翻它 少去翻它 用锅子多去晃晃 摇晃 就最后出锅的时候 放一个面就行了 烧鱼嘛 就是这个 油熟 需要发 葱 醬 因为它是去腥的 是香的 我看到它不用 为什么不用 烧这个鱼也好 露也好 因为自己家里面买回来的 都是比较新鲜的 这个鱼啊露啊 然后它有原有的鲜味 不要去放那个葱椒 葱椒一般性是去腥 但是我们 反而是破坏了 但是我们刚刚用过盐了 就不要去用 哦 问题问问 红烧肚当也出锅了 阿姨们早就急不可待的 抢了起来 怎么样 怎么样 很好吃 很好吃 跟你饭店吃到的差不多了 哎呦 味点还没有这个好 饭店还没有这个好 它这个鱼 那个味道好不酸 这个鱼咬在嘴里有弹性 有弹性的对吧 我自己家里那个鱼烧好以后 没有弹性 骨蛋的嘞 不好吃 关键那个水分在里面 对对 对吧 我们现在镜头再来看啊 这个鱼 已经给大家抢光了 已经是 已经给大家抢光了 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跟现场的阿姨妈们一样 喜欢做本帮菜的话 不妨每周四晚上 关注我们人气美食节目 街头开火板块 在下面几周 我们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本帮菜 给大家 今天的免单有礼呢 咱们要带大家去尝尝 烧鸭和乳鸽 这两道菜啊 无论是个头还是味道都不一样 那究竟会是哪道菜 成为我们的超级招牌菜呢 又是哪桌食客 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被免单呢 马上为您揭晓 好 现场的各位食客朋友们 打扰一下啊 我是欣赏人气美食的行行 现在呢我心里有些担忧啊 因为呢我怕现场 有人已经买过单了 现在有哪些是没买单的 还没买单呢 举手告诉我 哦 都没买单是吧 哎呀太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 就是来帮各位买单的啊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免单有礼 就是要帮今天的这个 某一桌幸运食客来买单的 呃 那有哪些食客 是希望免费吃晚餐的 来举手告诉我 哦 都都想免费吃晚餐是吧 那边有吗 那边有吗 那边有没有想免费吃晚餐的 来 哦 这一桌 这一桌是吧 行行这一摇喝 大家的积极性 都被吊动了起来 不过也有人不为所动 只顾着大口吃菜 究竟什么这么好吃呢 那我觉得这个乳鸽味道很好 我特别提提 因为这个乳鸽的话 那个皮比较脆 然后里面的肉呢 也很嫩 那咬下去的话 也会有汁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这我看就是 大概是一个乳鸽是吧 属于风险残云 所以现在只剩这些点 哦 那怎么样 你说说味道 嗯 就比较香脆 然后那个 我就只要 就是 比较脆吧 比较脆 来 你说肉 肉汁是外脆里嫩 嗯 挺好吃 别家的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吃了还想吃 原来让很多食客 闷头大吃的 就是这里的脆皮乳鸽 我也觉得这个乳鸽非常好吃 那个外面刚 因为刚出炉的嘛 然后那个皮比较脆 然后里面汤汁很多 非常好吃 啊 这里面还有汤汁啊 对对 就是说那个肉的汁水很丰富 是吧 带点甜甜的味道 比较适合我们那个口味 对 看来这道脆皮乳鸽 肯定能成为背景之一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菜式 能和它旗鼓相当呢 来来 现在您来推荐一下 他们家什么比较好吃 这个老鸽汤嘛 比较味道特别 比较好喝吧 好喝在哪里呢 它是用那个蒜萝卜做的 比较爽口吧 对对对 这个汤就是 我一开始是看到这个餐牌上 它写的是 酸萝卜老鸽汤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般我在外面吃 都是酸菜老鸽汤 比较多 我想酸萝卜我还是第一次吃 所以我就点了这个汤 然后喝下去之后 我就发现它这个味道就是 它一点都不腻 但是它味道很酸很开胃 而且我发现就是说 女生都比较爱喝这个汤 因为它对皮肤很好 今天这家店的超级招牌菜 最选就是脆皮乳鸽和酸萝卜老鸽汤了 这个看体型还是老鸽汤比较有优势啊 结果会怎么样呢 好了经过一番打探啊 我发现啊 每张餐桌上基本上都有两道菜 那就是脆皮乳鸽和酸萝卜老鸽汤 那这两道到底哪道会成为超级招牌菜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投票产生 乳鸽占老鸽 这比分是交替上升啊 脆皮乳鸽肥美鲜嫩 口感爽滑 而酸萝卜老鸽汤 酸中带辣回味悠长 究竟谁能胜出呢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其实这个票数还没有用完啊 但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已经率先的获得了胜利 所以呢今天的超级招牌菜就是脆皮乳鸽了 那么今天到底哪一周时刻可以被我们免单呢 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 来哪些朋友是有有心女来参加我们游戏的举手告诉 来来来有没有 来好每桌派一位代表啊 来那位紫衣服的 来您您您您过来过来 要参加游戏到我这来 这位这位 一二三 那边有吗 那边有没有 参加游戏就可以免单了 现在是几桌一二三四四位参加选手 是吧 五位五位 那边还有吗 现在请各位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 这个题目呢就在我手指的方向 但题目是什么一会再告诉你们 请看我们右手边的这边墙 我们看见有四排瓶子对不对 也有盒子也有瓶子 我们现在来注视五秒钟啊 具体题目是什么一会再问你们啊 五四三二一 好我们全部向后转 来转过来 猜的是从上往下数的第二排 从下往上数的第三排 我们提示一下那一排有瓶子有盒子 我们只算看肉眼看得到的瓶子的数量 来我们从谁先开始 从这个时间开始了 我想大概是有三十八瓶吧 三十八个瓶子 二十瓶左右吧 二十瓶左右 大概在二十五到二十八个 你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 二十五 好 二十五吧 你也才二十五 跟他一样了哈 三十二 三十二 好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 谁的这个答案 最接近那一桌就免单了 明白了吧 这第二排究竟有几个瓶子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 怎么样 所以 都看了吧 二十五平 哇 来来来来 你们两位 来转过来转过来 你们两个是怎么猜到是二十五平的 这完全是凭感觉 完全是懵的 你是因为觉得 我是相信他 那个 我感觉他应该能猜对方 这不算好 你不是 你认识他吗 不认得 坐隔壁桌的人 太厉害了 但是我们也要感谢这几位先生的参与 谢谢 谢谢 来来你们好 刚刚这位真的太厉害了 跟着旁边那位居然全部答对了 所以呢 要恭喜你们是全部免单 就是你们的消费的清单 二百三十二元 全部免单 怎么样 啊 来来来 还有那一桌啊 来我们去恭喜那一桌啊 来来来来来 这一桌啊 来 你好你好来 就是你刚刚那么厉害啊 虽然戴着眼镜 但是视力还非常好 一猜就猜到二十五平了啊 啊 来二百七十七元 全部免单 你们待会吃完就可以回家了 好吗 星星怎么样 好 来来来鼓鼓掌庆祝一下 好 刚刚打听下来这道菜的 优惠力度还真的蛮大的啊 那就是从捷夫播出起之后 十五天这道抓白菜都会以特价 十六元一只 十六元一只啊 一只七成二 两片的就吧 对的 哇 那真的是很便宜啊 那现在十六元来吃到的这个质量的话 和一千 一样的 一样的啊 对 这个进货渠道不要变的啊 肯定是那种种类的啊 就刚刚大家说好是那个 对对对 非常有诚意啊 好 而且要保证菜量不减 而且是个头还是那么大的 对的对的 对的 保证每天供应二十分有问题吗 没问题 来 盖章生肖 根据我们的规则 如果您想用十六元来享受这道特价菜的话 请转发我们人气美食当天发出的微博 出示给店家看 那如果你没有微博也不要紧 只要到底说出幸福生活吃出来 我们人气美食的口号 您就可以享用这道特价菜了 赶紧来吧 说到榴莲呢 爱吃的人啊是穷追不舍 但是不爱吃的人呢则会这个退币三尺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道招牌菜 就是把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榴莲融合在了里面 这样的组合能不能得到顾客的青睐呢 赶紧去看一看 来来 我是一个榴莲 咧咧咧咧咧 这个味道实在是臭的太正了 今天我们要来的这家店呢 听说就是要用这个臭臭的榴莲来做一道香香的菜 到底是什么样的菜呢 先去厨房里边看一下 大厨大厨快来帮帮忙帮帮忙 帮我拿一下 小心刺手啊 好重的这个榴莲 听说你们这边用这个水果之王要做一道创意菜啊 对啊 什么样的创意 这是跟那个排骨啊 温和在一起 排骨是哪一个 这最好的排骨 臭臭的榴莲跟这个香香的排骨 这种搭配能好吃吗 好吃啊 好吃啊 这是我们有和在东南亚风味做的非常好的 不 您说好吃不算 我们先去时刻桌上问问 这样的搭配到底是不是好吃 榴莲入菜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了 但是这家店把榴莲跟排骨搭配在一起 能否成为店里的招牌菜呢 桌上点的这道菜啊 我最感兴趣就是这个 这个您之前有吃过了 今天是第一次来吃 第一次来吃 对对对 这个菜名叫什么您知道了 这个菜名叫榴莲橘子 我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是在嘴巴里会感觉就是 哪到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臭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了 一定有肉香和榴莲香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味道挺好的 比较创新吧 在其他地方也没吃到过 平时的话我是不怎么吃榴莲的 但是这种创新搭配在一起我觉得不错 吃起来也是感觉比较爽口 比较甜甜奴奴的这种 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因为它是橘子排嘛 排骨也很嫩 然后的话搭上榴莲的话 就反正蛮幸运的吧 这道菜 榴莲橘子排刚端上桌的时候 浓油赤匠的排骨 上面铺了三块厚厚的榴莲 排骨的热气把新鲜的榴莲 慢慢的融化掉 充分吸收榴莲浓郁的味道 不过吃这道菜 顾客们却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我看你是特地加了一大块榴莲 配在这个排骨上 以前有吃过这道菜吗 以前的话吃过这道菜 所以你吃的方法是要选择 这道方法就是把榴莲 帮那个排骨一起包裹 就在里面 好大一口 冲吗 这个榴莲将裹上去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就是也不是很重 我看您这个吃法蛮特别的吧 一定是要加了 来你给镜头看一下 一定是这个肉 然后又加了一点点 那个榴莲肉在里面 我觉得这样加在一起吃的话 榴莲就是没有 我们吃水果时候那种臭的味道 就很重的味道 好像被这排骨的香味给中和掉了 美女 我看您吃这个橘排骨 也是跟您朋友一样的吃法 就是揭一块排骨 然后外面裹好多的这个榴莲 为什么要这种吃法 因为我觉得光单吃榴莲的话 有点点油的感觉 但是如果包裹着排骨一起吃的话 就去掉了那个油腻的感觉 刚才您说是一口榴莲一口排骨 那其实其他朋友也可以说像您现在这样 这样要是吃融在一起 这样的味 因为榴莲是甜的嘛 然后它把那种甜的味道融入在排骨里面 它里面真的口感非常不错 榴莲橘子排的价格是58元一份 据说每天的销量都很大 能卖出五六十份 对于爱吃榴莲的时刻来说 这样的组合不仅能让你过足饮 更能让你感到榴莲里面的排骨香 它这个榴莲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就是一个整个榴莲放在里面的 对我感觉的话这个榴莲是比较新鲜的 然后感觉这个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榴莲 然后包括它这个排骨 可能事先腌过或者焗过 还是比较有味道的 就不是那种很淡的 然后两种味道加起来的话会比较特别 排骨味道挺鲜的 因为它应该这个是热排还是什么 它觉得是那种 就是纯粹那种类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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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顾客对这道菜还是比较认同的 不过它究竟是怎样烹着的呢 厨师当初又是如何想出这个创意来的 赶紧去问问吧 进厨房要戴口罩 这我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今天因为这个食材的这个特殊性 大家看我还是要多准备两个口罩 来抵挡一下这个榴莲的这个臭臭的味道 哇大厨啊 你可以接受这个味道 这个不快的这个 戴了三层口罩 还是可以闻到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 不过怎么会想到 要这种臭臭的榴莲跟排骨来结合的呢 排骨我们通过腌椎油炸 可能就像我们吃的客人有时候 有点油腻啊 那我们可以从客人的意见来改良 像我们现在做的话 把榴莲放在一起 结果它就感觉就是不油腻的感觉了 就水果和荤菜的搭配了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原材料的排骨 对对我们原材料的排骨 这个是什么排骨 这是我们一般的利排 乐排 对乐排 为什么要选用这种排骨 排骨它又厚 然后腌植好通过 密封就是口感的汁水更好 如果不是利排做的吧 好了它太瘦了就太近了 结果的口感就不一样 它好像是还有一点点这种肥瘦搭配的 对对对对 是的 比如说一盘这个鸡排里边 我们选榴莲大概要放多大一块 大大一块一锅肉 一边来说大概在二两左右 就放一整半的这个榴莲 盐味精等腌制二十分钟左右 让它充分入味 然后再放进油锅里 炸熟 捞出来后加入店家密制的酱料 再翻炒一遍 这个是什么酱啊 这个是酸甜辣鸡酱来的 它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酱是酸酸甜甜的 榴莲是香香的是吧 又香又转 拿到柜来就打开了 你越吃越想吃 裂排加入酱汁翻炒后 就可以出锅装盘 上面再放上三块榴莲 不过这还没有最终完成 还有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 把榴莲和排骨放在小火上 鸡两分钟 让它们的味道充分融合 这样吃上去会更加的入味 还等什么呢 赶紧去尝一下吧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重口味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榴莲 完全的压碎 跟这个排骨融合在一块 而且这样的是 这个榴莲和排骨 搭配在一块之后 就像刚才我们朋友说的 可以减轻这个排骨的油腻的程度 同时也把这个榴莲 比较冲的口味 稍微降淡了一点点 所以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说想尝试一下 榴莲和排骨 这种不一样组合的朋友们 就赶紧过来尝尝这道菜吧 说到糖醋排骨 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今天的明星赵阿姨 要给我们带来的是 一道素的糖醋排骨 是不是非常特别呢 这道菜不仅适合 由于高血压等原因 不能吃肉的朋友 而且色香味浓 让人唇齿流香 仿佛真的能够尝到肉的味道 这到底是怎么烧的 让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明星赵厨房 大家好 我是冰浩 那今天要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 名字叫做糖醋排条 其实说到排条啊 这家糖醋做法 之前已经有教过大家蛮多了 什么糖醋排骨啊 什么糖醋鲫鱼啊 等等这那的 但是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啊 这个糖醋排条呢 它是素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盘 大家应该看出来 这个是烤夫 要把这个烤夫啊 做出这个肉的味道 而且还要糖醋的烧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明星 赵大姐 赵大姐你好 你好 这个是烤夫对吧 对啊 我们要用这个做 您说的这个糖醋 要加个素了吧 糖醋素排条 素排条 素排条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原先的吃法呢 都是用肉做的 后来我想呢 多吃肉不好 因为我呢 有些高血啊 蛋糕水的 其实现在吃素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对啊 所以我想用素的呢 荤吃法 那么我就想想 要么就用这个烤夫做做看吧 那其实烤夫啊 它是本身 蛮有嚼劲的一个东西 就肉嚼在嘴巴里 也是蛮有嚼劲 有种肉香 看你就是主要是 看用什么方法来烧了 对啊 那这边这两位是 这边是我女儿 这个是我外甥女 爸爸说阿姨哈 阿姨哈 阿姨哈 像这样就是说 用一道素菜做出 这种荤菜口味的这种 您在外面之前有吃过吗 没有 没有 对 这是妈妈的原创 对对对 到底这个烤夫 怎么才能做出 糖醋素排调的味道呢 一起看一下 素菜也能做出肉味道 我是今日明星造成的 赵阿姨自创了糖醋素排调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她的手艺如何 这个原材料除了烤夫啊 刚才我们都看到了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呢 一个是青辣椒 一个是红辣椒 还有呢就是几个那个香菇 香菇 香菇其实也蛮香的 对的 因为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呢 是要吃出营养 搭配的素菜要多一点 越多越好 还有这个菌菇类特有的这种香味嘛 可能跟烤夫融合在一块 所以我就配一点香菇 一方面呢是营养分析好 对吧 然后呢就是湿面也好 看一面 淀粉 淀粉 淀粉还有什么呢 面粉 为什么要放两种 因为两种一种呢 面粉呢它有厚 淀粉呢它是持到那个润滑的作用 因为呢一个润度 真的是要把它裹一下 还有什么 没有 最好呢是要放个蛋 因为呢 蛋清是吧 很多人裹这种就是像那种 应该要有蛋清 生粉啊各种加点蛋清 蛋清裹的 裹下去呢就是说它比较润滑 对对对 更吃到润滑中 分别将红辣椒和金辣椒切丝 将烤夫倒入开水酸熟 再倒入香菇 大姐这个像烤夫啊 放进去香菇放进去大概煮多久啊 一般就是水开了以后 稍微滚个两三分钟就差不多了 不一定要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呢 因为这个烤夫的这个 烂头啊它要散掉的 你最好呢就是开了以后呢 它稍微味道出来的就可以了 用水焯的目的是 去它那个 去它那个外味 豆吃的那种 有个豆腥 酸糊糊的 那这个时间不能长了 不要太长了 太长了呢就是这个烤夫的它这个韧性要破坏掉 将烤夫和香菇从开水中捞起放入凉水中 再将水控干香菇切丝 其实外面裹了那层就是生粉啊淀粉啊这样的糊糊之后 它咬在一开始最初的口感是应该炸出来有一层那种脆脆的那种 对对对是这个 人家炸猪排啊 对对对 就是要有这个口 这个感觉 没这个感觉呢 所以叫排条 对了 虽然这个排条啊有点这个啊 咱们是 但是我们就尽量这个外观啊 包括说口感尽量往那个上面凑啊 在烤夫外层裹上面粉和淀粉糊放入油中炸 看到这呢我又有一个疑惑了 虽然说现在这道菜啊 我们可能因为就用这个烤夫来代替肉 可以降低它的胆固醇 但是大姐这个油炸的其实也蛮多 而且烤夫很吸油耶 对啊 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油也有点过 那个呢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但是呢我建议其他要跟我学这道菜的人呢 它最好呢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粉 我给您看 刚才那个糊糊是吧 这个糊糊呢略微呢调厚一点 然后呢调厚一点呢就是把这个面粉呢 直接裹到要裹到这个烤夫上 然后把这个油呢实际上就是切到这个面粉上 面粉一般性不大吃 没这个烤夫吃的多对吧 这样就略微好一点了 将青红椒丝和香菇丝放入锅中翻炒 再在锅中放入水 盐 糖 醋和生抽 接着倒入烤夫 您是特别喜欢红椒吗 应该说原先我是蛮喜欢的 现在呢因为带了小孩呢 因为也太累身体又不好 就没这个精神了 原来我女儿她没结婚生小孩的时候 我在家就是专门给她发热花呢给她们吃 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瞎瞎瞎瞎 这个菜和这个菜配配也可以吃嘛 我就这样配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创意源自于生活 多尝试一点指不定就两个什么创意菜就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将烤夫成盘在锅中倒入牛奶 调成酱 倒入青红椒丝香菇丝搅拌 最后淋到烤夫上 这道糖醋素排条就完成了 浓浓的酱汁配上青红椒丝 真是色泽诱人啊 其实啊我真的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你看我天天做这个美食节目吧 每天吃的都是好吃的 但是呢我确实要控制一下这个荤菜的收入量 所以说这道素菜荤烧的这个啊 叫烤夫对吧 对对对 我就很感兴趣 这个看上去呢有一点点像那种百叶节里面包肉的 然后又有一点像那种鱼豆腐 反正不管怎么样看着都像是荤的 至于味道怎么样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尝一下 那我们开头 看吧我们病好馋呢 不知道这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酸酸甜甜的这种味道的确是糖醋的做法 它这个颜色看上去没有很深 因为阿姨刚才加的是生抽是吧 如果想要更看上去更能够吃这样一点 我们其实可以加老抽加红色酱油啊 它这个味道因为烤夫本身就是很有嚼劲的 它在外面裹了一层这个淀粉深粉的这个糊糊炸过之后呢 就会有一点点像排条外面裹的那层糊糊一样 而且它有炸过的 但现在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软软的 还蛮有嚼劲的 加上这个香菇啊 这盐色也很好看 一般呢就是说口感呢 比较喜欢淡一点的 你若微少放一点醋 糖少放一点 其实这样一道烤夫啊 不仅可以满足很多想吃荤菜 但是呢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不太能吃荤菜朋友这种口感 而且它这个颜色色泽方面也很好看 加一点点创意烹饪就变成了一种乐趣 不是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愿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好心情 接下来欢迎收看都市法律援助节目 甲方乙方明天投影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记住人气美食将你把幸福生活吃出来